好 接下来关注的是我们每天focus的 极地气旋清洗的暴风雪 这会是美国最冻寒的一次耶弹 美国出现了断来式降温 大风雪已经来了 航班大乱 陆地行车也非常危险 美国总统拜登在椭圆形办公室呼吁安全 也呼吁老板能不能尽快让员工早点放耶弹架 好准备返向的时间 在欧美部分 那么法国因为国门的国铁 员工发动加薪发动罢工 因此现在在耶弹假期 会有四成的高速列车都停开 预估至少20万旅客的车班会延迟或取消 而英国的罢工现在是护理师 发动了第二回合 保守党的政府完全不愿意让步 这一些护理师要求的加薪幅度 民意导施力挺 英国现在年通膨率已经超过了10% 薪水动涨之后 那么钱不够用的困境感同身受 我们先从美国的冰封报开始看起 罢斯是这场美国大风雪的代表性受害旅客 回家过耶弹的行程要转机 但他就卡在中部丹佛机场 下一班飞机被取消了 上一班航班又没把他的行李一起运来 北东各大机场挤满人 超过2000航班遭取消 其他飞机勉强在寒风中 由积雪地跑到冒险起飞 坐在意料之外的机场地板上 和一堆与自己抢票的陌生人一起过耶弹 恐怕将成为许多美国人2022耶弹的共同回忆 美国西岸各大机场也不妙 12月22日断崖式降温风暴开始后 一天内取消了超过3800的毫班 能整点起飞的班机95%都是满载 因为取消与合并部分 因为天后延误的班次 才能让剩下的航班顺利出发 这时候运气就很重要 其实我昨天应该飞起飞 但我发现了个电话 说我的航班完全禁止了 拜登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 认真对全民做气象预报 还呼吁老板们赶快让员工提早放假 否则一旦风雪更大 被困在路上相当危险 全美过半人口处于强风和低温警报区域内 有可能出现设施零下40度的超低温 专家建议人与动物都要尽量待在室内 就连美南德州都出现设施零下的低温 休士顿警方到市区发送热食羽毛毯 让躲在帐篷内的街友们暂时暖一暖 一切都在跟天气赛跑 阿肯瑟州东北快速的三小时内降雪量暴增 一度有几个社区1500多人面临低温断电困境 许多人在耶诞假期意外倒霉 但也有一切顺利准时抵达的幸运儿 就算成功了假期 意后价格飙涨的机票 也让这位驻扎意大利三年的美国空军买得下手 所以引力组织Operation Home募款 帮他完成返乡计划 因为母亲在电话中说唯一想要的耶诞礼物是看见而已 妈妈喜极而泣 隔了三年终于再次全家团聚 看在法国民众眼中可能有点心酸 80万要搭火车返乡的法国旅客 可能有四分之一无法如愿 法国国铁员工抗议通膨争取加薪 就在耶诞节这个周末要开始罢工 40%的高速火车停驶 连地铁与跨国进班车都会受到影响 法国政府与英国政府都在耶诞假期面对职业工会的挑战 英国护理师们在12月中第一次罢工后 得不到英国保守党政府积极回应 再次开始罢工 11月份英国年通膨率标志10.7% 护理师们现有的薪资购买力相比10年前下降20% 不仅常常超负荷工作 这群血汗护理师们有些连房租都负担不起 去年25000多护理师离职 今年光是4到6月间就有47000多护理师走人 由于加薪要求倚遭英国政府拒绝 僵局不仅持续而且扩大中 英国救护车驾驶员们两天前加入罢工 约电假期英国急救量能迅速减少 不过通膨让英国民众太有感 不仅民调支持护理师罢工 还有更多包括邮局 公车司机搬运工人等职业工会 酝酿要发起罢工 一旦假期过后 英国政府将面临一轮又一轮的劳资谈判挑战 TVBS新闻综合报道